基隆捷运还没有正式动工 预估的施工经费就已经开始暴增 特别是基隆市原先预估负担47亿多元 一下子就跳到要负担72亿多元 基隆市议员非常担心 因为缺工缺料物价上涨等因素 等到真的开始动工新建 基隆市恐怕将要负担100亿元以上的经费 会不会拖垮基隆的财政呢 我们基隆市的捷运 所负责的经费 原本是47亿 那一下子没有几天 就跳到72点多 72亿多 那这一下子真的24亿多 那这在未来的话 到完工之前还有9年 未来的整个延误掉 整个工资的增加 这一些会不会未来的经费 是带给我们这个有关捷运 是带给我们基隆市政委一个 一个前窟 市长在市政总报告也有提到 捷运工程费因为缺工缺料的问题 所以调高到72亿 我们基隆要负担的比较多 所以是不是能够请我们交通处这边尽快来执行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是直辖市 我希望这个是重大的建设 我们基结跟我们机场捷运 跟我们基隆捷运是一样的建设 不要让我们基隆 不要让这个重大的建设 来拖垮我们基隆的财政 我希望能够反映 因为你看之前从17亿到53亿炒翻天 那现在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缺工缺料 未来是缺越多 你之前是从48亿 然后现在增加24亿72亿 我在这里敢保证 以后一定破百亿 短短的十多公里 我们不是直辖市 不然请中央把我们升格为直辖市 多给我们一些补助款 它不能让我们地方来买单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市政府已经成立轨道建设基金 下半年将开始跟工友行库来借贷 未来基隆捷运建设经费 会从这里来支印 新北市捷运局他们大概盘点出来 第一阶段重规 可能会增加将近到1100亿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基隆市照以往的负担 大概会增加70到72亿元 那新北市包括侯友宇侯市长也出来 说明这个基隆捷运 它会造成基北北三个市的一个负担增加 但是大部分还是会由中央来做一个支印 那这个部分呢 后续我们整个基隆捷运建设经费 市长也跟各位一座报告过 我们今年下半年会成立一个是 应该是抱歉 应该是已经成立一个基隆 我们轨道建设基金已经成立 那下半年呢 我们会透过跟公友航库 来所谓的做一个借贷 用透过公共债务的一个方式 所以整个未来的捷运的一个建设经费 会从这个基金里面 从公友航库借贷来做一个支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等一下沟通